现在是这个2023年8月中旬的晚上8点半 我去参加他们社区的文艺活动刚回来 然后我现在到了汉林明院小区的南面这一块了 因为这个地方到大学这一块有一个烧烤 或者是晚间的这种晚事吧 人比较多一些 现在我刚过来的时候 我晚上6点来说过来的时候 这边车特别多特别多 现在车少点了 咱可以看看 尽管如此的话 还是有不少的车辆 在路的两旁都停满了 然后这边车 然后就马上就到这个烧烤的地方了 烧烤市场吧 这是自发形成的 这个地方 据说很晚也不打烊 看现在吃饭的人多不多 有这么多车吧 这些都是来消费来的 生意还是很火的 现在大学是放假了 大学开学以后这人更多 那边就满满的 这是可能是受这个 资博烧烤的影响 这边自然的兴起了一个 这么一个烧烤市场 据说很多西部的一些商户 也跑到东边来 现在东边是特别火 没说停车啊 没说停车 这车呢就在这个长江路啊 这个烧烤市场的东西两头吧 绵延好长呢 都停着车啊 这边是照相的地方 就把手机拿一边去 这就到了大学的门口了 看大学门口也是停了不少的车辆 看这边啊 这边这些车辆吧 他就不一定是吃烧烤的人了啊 因为这边赶海比较方便一些啊 可能是赶海的人 一直到这个大学的东边啊 这块就没有车了啊 这里还有一个烧烤市场啊 以前的烧烤市场呢 在这个位置啊 叫福炬海鲜烧烤 这可能是在院子里面吧 也在院子外面啊 看这块 人不是很多了